你好,今天我想去讲碳中壳未来的六大职业 在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量的国家 因为它是世界的工厂 是美国的碳排放量的两倍,总量来讲 所以如果中国要做这个承诺,里面要发很多功夫 所以很多相机是可以在里面去挖掘的 我可以总结有六大的业务板块或者是职业 是未来你可以去参与的 第一个就是碳排放的可顺 就是你要做一个carbon audit 对一个企业或者是对一个产品 你要去评估监测这个碳排放量是多少 做一个carbon audit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来的 第二,碳管理的基础服务 这个基础服务是可以为一个企业 做一个减排节能的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做一些规划 可以做建设一些管理系统 可以去做一些建议怎么去对应国际的标准 这个就是碳管理基础 第三个,环境权益专案 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讲碳中壳 碳中壳就是你不仅仅是你的项目减排节能 你剪不掉的时候,你还要去投机一些商务 是可以去吸探的 好像种一些树林 可以是种一些可再生能源 好像是生物级的能源 可以是一些光复太阳能 你怎么评估这些专案 这些专案的信赖度是怎么样 这个效益是怎么样 也还是这些环境权益专家去弄的 第四个,碳金融 碳金融就是你减排节能也好 你去投锡碳项目也好 你也可能用一些银行的钱 用其他人的钱 或者是我们要去回备风险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碳保险 做一些机场管理 做一些挤压,做一些期货,股票 通通可以把这个 刚才讲的投资 或者是要共感放大的 都是这个碳金融那一部分 第五个,碳行业内的服务 最简单的就是培训 或者是一些行业的机身化业务 都是这个碳行业内的服务 第六个,碳综合Plus 就是一些有没有新的概念可以放进去 比方说区块链,web3.0,元宇宙,虚拟机场,NFT等等 能不能跟碳综合里面上这壳 这个就是碳综合Plus 以上讲的这些板块或是职业 要求人的特性是不一样 可能有些可能要研发性多一点的 有些可能金融背景多一点的人 你要看你积极是哪一类人 去对应你可以投资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职业 今天讲的六代的未来 跟碳综合相关的职业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拜拜